大家好 欢迎来到PyCon Taiwan 2023的Panel Session 我是本届的主持人Kwon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Panel Session Event of PyCon Taiwan 2023 I'm your host Kwon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PyCon Taiwan的创办人YYC 卓腾科技的Peter Wolff与数位发展部的科外人来为我们主持这场Panel Session We are truly excited to invite the founder of PyCon Taiwan YYC Peter Wolff from Joy Town Taiwan and Wei Zanko from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to join the panel discussion today 请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PyCon Taiwan 在今年的这个会议里面举办的生成之AI 对Python开发者的影响 AI已经是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 那当然对我们Python爱好者以及Python的开发者会有影响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可以邀请到行政院数位发展部部长室的分析师 柯维兰先生 在中间的这一位 请大家欢迎他一下 以及卓腾语言科技的创办人 及核心工程师Peter Peter Wolff 王文杰先生 谢谢大家的鼓励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我们本来还有第三位的panelist的 蔡延龙蔡老师 也就是早上的kino speaker 那加上家里面今天有非常紧急的事情 所以他早上还是赶忙的来到我们会议里面 然后让我们还是可以有他的参与 我们感谢他 但是他下午的时间就比较没有办法参加了 还有家里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不过我们今天依然是会有非常丰富 非常活泼的讨论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前面介绍 以及我们一些简单的对谈之后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参与 那我们想先请两位语谈人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 做一点自我介绍 以及你对这个主题 生存式AI对Python开发的影响 然后我们再问问题 我们可以请这个 柯卫然先生 科分析师来说明一下 从你个人 以及对您的职务上面的角色 对这个生存式AI 以及AI本身 以及Python 您的对面的看法如何 谢谢PyCon 能跟这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们 已经各位先进来一起来讨论 这个很热门的议题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维然 那目前服务于数位发展部部长室 那我也是唐部长的技术幕僚 就是每天会跟他见面的技术秘书 那我也稍微介绍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去可能对这些AI的一些经验 会让大家比较能了解 那我其实在2019年 就也有在PyCon来分享 我之前比较有兴趣的领域 是像在机率程式语言 所以我过去的背景 比较是在机率模型 那机率模型 本来这个generated model 本来就是机率模型里面 其实这个词 那最近被借到这个generated AI 我才想说 这个这个词好像被抄走了这样 因为在我们过去 在做机率模型里面 这个generated model跟discriminate model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词 不过最近这个被借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其实我过去在做这个机率模型 然后应用的主要领域 就是在电脑视觉 OK 那在最近来看 尤其在这一两年 这个LLM的发展 实在是非常的快 那从我最职务上来说 我非常的第一线接触 就是在这个工部门 如何看待LLM这件事情上面 那尤其是 其实我们部是去年成立 那其实部刚成立没有多久 其实部长其实常常就找我讨论这个议题 去年其实我们就 就有一个蛮具体的一个预测 就是说 去年大约模型刚出来 那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说 这个东西未来走向 那在当时其实我还蛮压抑 就是部长就觉得说 这个很快的这个东西会 有很好的compensation的方法 然后会可以跑在自己的电脑上面 就是说他觉得很快 这个会走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客制化版本的LLM 那果然很快的像什么Qlora 那很多各种compensation的方法出来 其实如果不瞒大家说 这个部长其实的电脑 他自己丢在他的电脑离线 去训练一个他自己的 LAMA2的版本 他自己做RLHF 就是Human Loop 去fine tune自己的东西 常常动不动常到 叫进去就跟我说 今天这个用他写信 或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秀给我 所以其实非常有趣 我们其实跟这个是蛮有直接接触 如果你在Hugging Face 你可以看到部长他 他有最近有release一些 他把一些model做了compensation 上 backend应该是GGLM 上在Hugging Face上面 然后share给大家 他的一些研究跟想法 所以总体上来说 又加上最近颁布了 政府级的这个生成式AI的指引 所以我想后续等一下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讨论 来看这个政府 未来我们是怎么来看待 这个生成式AI这件事情 从这个部长自己亲身有下去做 以及我这边跟过去社群的一些连结跟经验 以及目前政府的一些想法 等一下希望一起来跟大家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维然 我们想请Peter Wolf 也做一点自我介绍 从你的职务 从你的爱好 也许各个方面 说明一下你在一些事情上面的看法 我准备了一个限制器 今天不会暴走 大家好 我是卓藤语言科技的Peter Wolf 先自我介绍一下 身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有机载体 我在这里 首先要跟各位表示的是 我以下的言论将会以正面积极 有礼貌的方式表示 因为我知道 只要这样的方式表示 就算我说的东西有50%是狗屁 你们会觉得好棒棒 总结来说呢 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来讨骂的 因为我对AI的很多看法 可能跟主流不太一样 所以就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这样子 那我们公司专门做语言科技 今年已经很早就不算是新创了 我们今年是第12年了 然后我自己算是一个跨领域的人 我在台大的某个工科 读过三年的博士班 然后没有读完 就是我拿到那个 资格考也过了 所以我那边收了学分 那我现在在另外一个 清华大学是在读语言学的博士班 那我在就是工科的文科的 两个也都读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会陷入那种 占文组的状况的话 我们也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那至于深层式AI的这个立场 我说到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所以我简单的讲 就是对于深层式AI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 使用它天天使用它 但是绝对不要相信它 就像你使用某个国家的手机一样 天天使用它 可是不要相信它 又或者是你在使用 某一些作业系统一样 你可以使用它 可是不要相信它 因为它不可靠 好不好 那至于这个 我对于许多AI大师的 这些角色的话呢 我觉得人是一个 有许多面向的一个生物 那我并不是一个 二元化分立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了 很多人会觉得说 Peter你们就是反AI的 所以你是跟Gary Marks是一挂的 那其实跟Gary Marks的话 他有的东西我是赞成 有的东西我是反对 比方说他觉得说 现行的AI方法 并不会带来起点 这我赞成 然后他说 所以要规范AI的应用的发展 我反对 我觉得没什么好规范的 那就像Hinton Hinton他说 现行AI的运作原理 和人脑一样 我反对 可是Hinton如果说 AI会失控 我觉得对会赞成 因为AI失控的原因 不是AI这个技术失控 是人失控 那再来像Benjiro的话呢 他说AI会带来一些危害 那我赞成 因为我觉得它会失控 可是呢 他最近的文章里面就说 AI可以轻易地产生意识 这件事情我也反对 OK 那最后像Hinton他说 现行的AI是不够的 我赞成 我觉得现行的AI是不够的 那他提出的这个解决是说 我们要做Multi Model 多模态 我觉得那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OK 那还有很多人 因为我自己是 语言学的背景 所以就会有人说什么 你们做语言学 都在吹捧Chomsky这样子 Chomsky有很多对语言的看法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Chomsky说 没有语义学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错的 那我们是做科学的人 如果说 如果是那件事情 Credit是他的话呢 那我们就自然要给他 我就会提到他的名字 不必表示说 我提到谁 我就在吹捧谁 也不表示说 我赞成某件事情 我就有全然的接受 我这件事 对于这些AI的讨论和看法的话 都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 所以我并不是很简单的说 可以直接在哪一边 就是全然接受某件事 或是全然否定某件事 至于我是赞成哪件事 还是否定哪件事的话 我们可能以后 专门做一集来讨论这个 我就跟你保证 我是原创 那最后 学问会讲说LLM LLM它是不是智慧 很多像从三月 这样一路讨论现在 LLM好像是智慧 对不对 有很多的AI东西冒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有智慧了 有意识了 我觉得它不是智慧 至少不是人类的智慧运作的方式 好 那既然说它不是智慧的话 自然它也不是人类的语言运作的方式 那在过去的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文章里面都讲说 就算是找那个认知 或是神经的那些专家 你们也说不清楚 人类的意识是怎么一回事 没错 但是你知道吗 专家说了清楚什么东西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个是专家跟那种 amateur最大的不同 amateur跟你说我不知道 跟专家说的我不知道 那个意义不太一样 然后专家他知道说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虽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为什么会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呢 因为我们试过了 OK 我们试过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不对的 那或是像那个LK99的那种事情 就会这样冒出来 然后LK99冒出来的时候呢 好像就有很多人说 那个东西合理还是不合理 OK 当然我们要去试看看 那试看的方式呢就是 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所以你去试看看 如果它没有那个特色的话 它就是不对的 这就是我们在做专家来解释这些事情的方法 那最后也讲说一个AI有多聪明 我不知道怎么评估运作原理不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像如果说你今天要我去讲个税制 OK 就是抽税的税税制 我们来为这个电动车设计染料税的税制 电动车没有染料 我要怎么设计它的税制 当然它现在是免针 但是将来是会还是会针 对不对 它运作原理不一样 你不能因为它看起来一样 它看起来就是汽车 它就应该要争染料税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LM的时候 它的表现很像人类 所以我们就说它背后的运作方式是人类 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OK 表现像人类和它背后的成因像人类 应该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面对LM的时候 其实很像是我们游泳游戏 比手画脚 对不对 台上有两个人 有一个人是真正知道答案的 另外一个人呢 他只是一直在猜答案 一直在猜答案 猜答案的这个人 他不断地讲 不断地讲 他就有点像是深层式AI 当讲到深层式AI的时候 大家只看到那个AI 每看到前面讲的深层式 OK 他就是不断地生东西出来而已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答案 不是 真的知道答案的是 旁边坐在那个跟他说 对不对 四个字 那个画脚膜金属的那个东西 那个才是真正懂答案的那个人 可是他不是深层式AI 那至于什么是真正的intelligence呢 我觉得human intelligence 你要把这两个东西 understanding跟generative 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找到说 什么是人类智慧的运作模样 这是我今天的立场 我想我们今年的派抗 是从修泰斯之传开始的 非常具有哲理 所以请各位好好表现一下 刚刚我记得听到Peter讲到 在我们进入一些正题的讨论之前 刚刚Peter有提到过说 要我们对这些题目有兴趣 就要一直去用它 就好像我们喜欢写派档 就一直去写它 对不对 或是我想要一直去写它 那请问你的AI资历多久 讲深层式AI的话呢 从2022年的年初 我们觉得说 深层式AI的GPT2 虽然它讲的东西是不太对的 可是前言不对后语 像那个CKIP 它有提供一个 我们正CKIP 因为这里讲的 CKIP它有提供一个 是新闻的一个模型 一个是三国演义的模型 然后我们就看它 伸出了很多东西之后呢 就很好玩 在有一些 你这样讲资历资历 我这样讲 那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看的话 我们在GPT上已经做了两年多 包括说去年的一整年 到今年的半年 这样的时间 这是我在做 传统上认为是AI的事情 那如果说是讲到RNN的事情的话 我从2014年开始做RNN 每天用嘛 对不对 每个礼拜没有到每天 每个礼拜 都要跟它做很多的互动和沟通 对 以前还用傻傻用E-Sale算 不晓得这个微软这边呢 就是不管是单位里面 但单位很年轻 但我想从在这方面 投入的人应该蛮多的 不晓得你这件经验怎么样 我个人大概从 因为我朔博班都是 做深度学习相关的 那不过我比较偏向 就是在基率 尤其是这样的生成模型 那在过去 基率模型它本身就是 对它来说做生成版 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或是说它 因为就是想做一个基率分布 那你当然抽样 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生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过去我们来看的话 是觉得说 OK Generative Model 是为了去把Data 去做一个很好的 fit它的基率分布 这是我们最早 我们的初衷 大概蛮久了 蛮久大概从 应该从我朔博班都来做 大概五六年以上 大概应该七八年有了 对所以 相关一起做的人 应该也做不少 对但是 我发现现在关注的模式 已经不一样 过去我们可能关注这种 基率分布 但现在大家关注的是 这个产出跟应用 生成出来的产出跟应用 而且关注在这个文字上面 文字上面 文字上面为主 还有画画 对 不过我也经历过 那个产生GAN的那个时代 就各种画 各种分析图 现在都是Stable Diffusion了 不过就 非常百发其放 觉得很有趣 对非常让人兴奋 尤其像 因为我是不懂AI的人 不过我可能还会写一点Python 会写一点C++ 会写一点程式 所以我就很在乎 那这东西到底怎么赚钱呢 那个也在乎的 不晓得要不要兴趣举个手 我看来这是个主题 谢谢 那我们有准备几个问题 想请两位Panalyst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那第一个问题 我来看一下我的小超 我绝对不是在不专心滑手机 我是在看我的小超 我想首先 我先想就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人工智慧 包含生成式的这种人工智慧 这个技术发展非常快速 有非常多很厉害的事情 不管是语言 文字 图形 甚至是动画 或是一些比较糟糕的 Deepfake之类的东西 都有 而且看起来 虽然是糟糕的东西 好像还蛮有创意的 很厉害的样子 那这些事情 对人类的智慧财产权 对我们的个人的隐私 还有很多方面 都造成不少挑战 这是我们之前没有过的东西 那 我想就两点 想请教一下两位 一点是说 这是一个 看起来是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就要解决的问题吗 第二点是 如果要 它容易 它有办法被解决吗 那不叫两位 哪一位想要先发表一下 你的看法 我先来好了 因为我想这个议题 跟公部门 或者说跟社会大众 是相当息息相关的 那就这个议题 我先来说明一下 最近其实 有几件事 可能大家是有关注到的 第一个就是 政府有颁布 声称是AI的使用指引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其实昨天 礼拜六 我们其实在 数位部在沙伦 部长办了一个 审议室的AI工作坊 这个审议室的AI工作坊 就是请了民众 跟一些专家学者 来花了一整天讨论时间 他们认为 AI哪些的范畴 是应该受管制的 或者说 一般的民众期待AI 可信任的AI 具体而言 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来办了一整天的 工作坊的讨论 那这个工作坊的讨论 其中也有用到一些 有趣的东西 像是之前的Police Police这一节 讯息传播的一个 视觉化的工具 去讨论说 原来大家觉得 哪些特性是需要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以上这两点 看得出来 政府其实是 针对这两个议题 有开始的 想要去接触 但毕竟政府 政府就是 比较慢的意思 不是 OK 我想请问一下 是政府比较慢 还是这个问题 本身就没办法 那么快地被处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问题 其实我刚才说 政府比较慢 是个玩笑 应该说 我们目标是要可控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 目标要可控 我们从来 不是说要马上 强生见底 我们是希望 不伤身为主 吃了不会死 没有说 多么有注意 可控绝对是我们 最大的一个 目标跟宗旨 但是目前可控的方法 大家 其实在生成的部分 在应用的部分 非常的快 但在可控的发展 其实相对比较慢的 我想这是第一个 我们关注的议题 不一样 我们不太在乎 说这个效果 我们在乎可控 但可控的发展 目前是比较慢的 这是第一简直 第二件 我想就这个题目 稍微认真回答一下 制裁 制裁权 虽然我并不全然 直接是法律专家 不过目前 我接受到这边的资讯 制裁权 它给的就是人 给的就是人 人可以主张这件事情 所以AI产生出来的东西 很多一派的 有一派的人直接就说 OK那就是不行 因为里面没有人的存在 但是那也有另外一派的人说 可是你这个AI的 模型开发者 资料提供者 因为毕竟AI是从 这些人产生出来的资料 来做学习 他们是不是能赋予制裁权 这个也相当的复杂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AI就是代理人 他就是某一种agent 因为他继承了 你教了他一些东西 他来执行的 他是代理人 就像公司的法人一样 我们需要给他一种新的位阶 他才能有著作权 所以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 把它拉到台面上来看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日本 他直接就说 OKAI训练出来的东西 就是 没有制裁权 他已经release这件事情 尤其是日本对于产生出来的 艺术相关的东西很多 他们产生出来的原创内容非常多 引发非常大的反弹 日本是制裁权大国 是 可是他们却很主张 他们是很快就release这件事情 而且是在蛮高的位阶 就在讨论这个议题 所以 第一个 所以现在就需要解决吗 我觉得 欧盟也有自己的路线 日本也有自己的路线 我觉得 我们台湾也在开始做一些 神医式的工作 开始跟大家讨论 所以 是现在就要解决吗 我觉得不然 因为他还在演化 还在演化的一个过程 但 的确是需要解决的 包含这个新生科技 Deepfake这些都是 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 但容易解决吗 看起来就 应该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先给一个小节到这边 谢谢伟然 Peter Wolff 有没有一些意见想要分享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制裁 第二个是隐私 隐私比较短 我先讲 隐私的问题 我们公司有解决可以解 所以就先这样子 然后制裁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比较复杂一点 我也不是法律的专家 那我可以跟跟人分享的是 我们申请那个 专利的时候遇到的事情 现在如果你要拿软体 去申请专利的话 发明专利 它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你是不是依照自然律 然后做出来的一个软体 这样子的话 可以去做发明 我简单举个类比来讲 福利 福利是自然律 你拿福利去申请专利 不会过 可是你说我利用福利 做了一个潜水艇 那潜水艇会过 这是你的发明 那自然律的话 就要求说 你不可以有里面的数学公司 是人为制造的 这我人为制定出来的数学公司 所以不行 第二条 如果你是AI的话 你只要给够多例子就可以过 那AI的哪一条数学公司 不是人为制定的 这看起来就变成说 我们再去申请这些 想要保护自己的 软体发明的智慧产权权的时候 却遇上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说 到底我们的国家会follow 美系的还是欧系的 还是日本的方式 去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去做软体的话 从产业角度来看 有点困难 就不知道follow什么谁 可是要赚钱的话呢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越糟糕的事情 越容易赚钱 用AI来做 等一下等一下 刚刚讲的是 有糟糕的东西和要赚钱 有correlation 不是correlation 是 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 遇到做个公司 想要去利用AI来去 取得利润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挑战 在制裁上是有挑战 但在客户的隐私上 也是会有一些东西要去处理 所以在系统开发上面 事实上智慧财产权权和AI 它就有一点这种冲突性存在了 有冲突性存在 那像这种冲突上面的状况 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系统 还不会让实际一点 如果写Python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 会有这样的考虑吗 我其实没有这样子的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就算你的Python code是 ChartGee帮你生出来的 或是Bard帮你生出来的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没有人知道 你这个code是哪里来的 你说我自己灵光一现 就把它写出来了 然后就找我的同事 两个小时下班 就没有人知道 你到底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这简单说就是犯法 没被抓到就不算数的意思 是不是 对 哎呀 看来这段要剪掉了 不晓得维然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这里可以也补充一个 最近我所看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那其实有一个 在这件事情的过往 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合成钻石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钻石有很多是合成的 那合成钻石就有人提出一种技术 就是合成钻石里面加出某一种标记 所以它就可以有一些技术 可以很轻易去分出合成钻石 跟非合成钻石 不然合成钻石在理论上是分不出来 它可以做得非常像 所以他们就有去推动这样的制定标准 就是合成钻石是可以分出来的 这个跟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像 因为生成出来的data很像 跟真实的你也分不出来 那像Google最近他就有说 他生成的duet 他的AI的产品名称 生出来的图 他可以加上某些浮水印 所以让你觉得是可以分得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方向是比较正确 不过在语言上比较难做 这篇文章你只能主动去揭露 如果你不揭露的话 你也没办法 那这也是政府在使用 生成是AI指引 有特别会去跟你说 这个部分内容是AI产生的 所以我觉得加入浮水印 的确是一个目前 可以具体的一个手段之一 第二个我稍微再补充一下隐私 那其实信任科技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说除非我亲眼见到你 真的 不然其实现在很多的讯息 我们都会认为是非常的 没办法可信 不管是从声音到各种的方方面面都是 那这个的确是 接下来下一个时代 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信任 信任怎么定义 信任已经重新被定义了 这是我们目前觉得一个蛮大的冲击 对 现在的确是听到我看到 都还要再想很多下 已经不是想一下了 刚刚维瑞兰讲的是那个 图像的那种浮水印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个 文字上的浮水印很难做 文字上的浮水印很难做 那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是这样子 这一篇文章都没有错别字 AI写的 如果是人写的在在应该会错才对 或是标点符号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觉得我 看来不好赚 这部分 我想在第二个方面 我也想请问一下 就从层次设计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 那其实这种 深层式人工智慧 第一个应用 几乎就可以说是在层次设计上面 它就好像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不是比较 是厉害很多的自动补习功能 那之后当然又发展得越来越厉害 就按一下就可以写个层次 不但对错还是可知已 那这样的发展两位 因为也都是不只做研究 不只做事业 也都是专业的开发人员 你们觉得这是有利于城市开发 以及城市开发者吗 Peter要不要讲一下 ChairGP出来之后 我们曾经强制全公司 使用ChairGP来去写城市 一段时间 那我就是想试试看说 可不可以今年就不要雇人 那我们就用现有的人力 再增加我们的这个生产力这样子 关老板思维 然后呢 一个礼拜之后 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发现说不能这样下去 因为我们的城市的品质下降了 那我觉得这是跟我们的 商业有关系 我们是做自然语言的科技 自然语言的描述有个地方很糟糕 就是我们的描述对象 跟我们的描述工具长得一样 我举个例子 就有点像是 如果你要在客服电话里面 跟人家讲说 你点两下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是你的描述对象 点两下是你的描述工具 于是呢就跟他讲说 你点两下我的电脑 对方就跟你说 我点不到你的电脑 不是 是你的电脑的我的电脑 OK 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件事情 描述给这个ChairGP 或者我们后来用Bart 或者用Paul这件事去试的时候 发现说他很难理解 我们到底在要他做什么事情 原因是他是一个揭楼模型 接着接着接着 接到某一段的时候 要他不要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他就搞不清楚 那这个东西是 一个东西是一个独立的 entity 还是说它是语言的一部分 他会搞不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实验环境之下的话 就变成 想用这种生成式模型 来去帮助我们做程式设计 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知道在其他地方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就偏偏是我们的 business的nature 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话 是可以看到说 有蛮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效果还不错 但是也有一些人讲说 他们的公读生 就长了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就有 sudo rm 然后跟目录 rf 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那个公读生 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按下去了这样子 幸好只有回了他自己的VM 像这样的鬼故事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在 一些地方的聚会上有听过 那我就觉得说 分成两个阶段吧 第一个是现在的工程师 你曾经经历过那个 没有生成师模型 跟有生成师模型的这个时代 就像没有网路跟有网路的时代 你会知道怎么去判断 你拿到的东西 可是新一代的公读生的话 他可能没有受过这样子的 区别的训练 那我们要在怎么样在这个 新一代的工程师的训练当中 把这个带进来 告诉他说 嘿 你要做个检查 以前我们的检查就试跑看看 对不对 然后试试看看是什么样子 可是他现在可能一试跑 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沙盒环境可能就变得相对更重要 是 That's a key point 这个sandbox确实是变得越来越 以前是optional 就像欧本海默嘛 你乍看看 很暴力 我们可不可以来点 不要那么暴力 OK 那程式设计其实很早就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用 但是我的用法比较不会是直接说 请你帮我用自然语言 跟他说你帮我写一段什么样的程式 我比较常用的用法其实是说 我想要某一个功能 但是在某一个程式里面 我先去找另外一段 比如在Java或在CE 已经有人写好 我请他帮我translation到 或是我写一段拍展 请他帮我translation到 比如我需要用到Java的时候 或其他 我没有那么熟的时候 尤其像一些 比如说我自己会写 像Eleaker 这种比较冷门的语言的时候 但是我有时候懒得自己重新去写 我觉得他的翻译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我就还蛮喜欢这件事 因为对他来说就是语言的翻译 第二个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篇研究 就是说 因为我以前是做这个 几率程式语言的 他就是用程式语言 描述很多distribution 也有MIT的研究 就是他用自然语言 然后去产基率的程式program 然后就可以去做一些cultural influence 或者做一些generating model 或描述一些现象 我就觉得这个还是蛮有趣的 蛮值得去玩的 所以但是有没有用 我觉得真的是要跟Peter说 就是看场合 看状况 OK 刚刚前面委员就有提到 至少是在工部门里面 政府单位里面强调可控制性 这方面你有一些观察吗 其实我们目前在工部门内 我先说 第一个因为我们不太直接涉及到 开发这件事情 这一点是确定的 所以当然在程式设计上 就可控性这件事情 我们就很没有直接去做一些限制 我们主要是在内容段 对民众产生内容段的可控性 当然这块程式圆没比的可控性 是可能又是在程式圆开发这一端的 也是会有需要可控性的一个讨论 是 是 所以在乎的主要是内容方面的 至于怎么产制它 或者说城市上面的话 它比较不是我们会关心的事项 是 是 是 不过这个如果总结的话 就是 你还是要雇人 我们还是要雇人 我们还是要雇人 所以我们Consum可以越办越大 不会被AI取代 好 谢谢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谈到了智慧财产权 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工程开发 我想聊一聊说 在这个技术 这个深层式能够智慧 它这个电脑能做的 就是非常厉害的重复工作 所以它在扫描这些参数空间做内查 然后做函数化 这些事情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们在 当然我想不管是工领域 或者是我们在教育在研究 甚至是企业里面 公司里面都有一些 需要探索研究的地方 那我想不管是从这个 国家的支援上面 或者是我们工业界的这种竞争上面 这种AI工具是不是能够很有助力的 帮助研究上面的发展 那在教育上面有没有一些可能性 不是老师 维兰还是皮特沃 我先讲一下 没关系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 最近可能刚好看到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最近我有水部长 我们到了偏乡 到了嘉义县的主企 比较山区一点的国高中 来做拜访 那其实我发现 AI工具 其实老实说带给他们蛮多新的机会 因为那边其实不好拼老师 那有一些的产出或是要立即性回答一些学生的问题 纵使AI 我老实说纵使他其实给不了完美 很perfect的或是很细致的答案 但是他不会累 他还是可以给你一些很多keyword 可以让你去刺激你的思路 所以也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 像著名的数学家陶泽轩 他也说他也用这个去有一些新的启发思路 我自己包含有些 我也会先去查 去AI里面去问完之后 再从里面一些keyword 我发现原来有这个keyword 然后再去double的search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教育研究上面 给了偏向很多 至少我自己在看来是很正向的 而且我们得到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还蛮平等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网路就可以取用了 不过当然这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可控 因为在教育的话 我们希望他自己要给的东西是正确安全的 所以方方面面都有可控性的问题 对我们政府来说 方方面面都有可控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比较初级的教育 但是回过来在高等教育 我自己可能还在做一些博士的研究 我倒没有觉得说他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要产生新东西 有时候都要产生一些新东西 就是说他里面整理的东西 的确是能起他有一些思路 但是往往不是那么直接 你不会跟他说你帮我讲一个新idea 他就帮你辨出来 你还是要自己去准备很多资料 然后贴进去 然后请他去做一些summary 或者是可是如果你贴很多东西进去 他也就从里面去帮你整理出来 也不太容易去给你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觉得人脑比较厉害一点 也冒出新的火花 是是是 所以这种批判式的思考 批判式的讨论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AI比较不在这上面 有看到什么样的协助 Peter觉得呢 我也不是教育的专家 不过这个半年来 我在学校里跑来跑去 最多接触的是外文系 因为像去年今年 这些AI就冒出来之后 我们的外文 外语学学群里面的报道率 就掉到了六成以下这样子 就大家觉得说 我们以后不用学外文了 这样CHGPT让这种LM中翻译就行了 OK 那就很多的读外文系的老师 教外文系的老师就问我说 这个怎么办 我们怎么跟学生去讲 你们的未来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分教育 和研究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教育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现在要告诉学生们说 你知道CHGPT或是BAR这些LM 它是靠什么东西变得可用了吗 靠资料 OK 那你知道它的 研究资料里面最多是哪一个语言吗 是英文 就我们自己的实验里面 我们发现说 你用英文去操作CHGPT 好 跟你用中文去操作CHGPT 你得到了答案的那个品质 至少是差两个量级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所有的Prompting都用英文下 只有叫它操作的那个对象是中文 就是 Please convert this 然后后面那个是中文 OK With this reference 那个reference是中文 然后下面再告诉他说要做什么事情 这是英文 这么一来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 你不会因为中文有一些词性的错误 或者是段词的错误 或者是我拼写的错误 你搞错我在干什么 你把资料跟你的comment 把它tangle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那个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那过去的半年 我们也在一些外门系里面 去做这样子的分享之后呢 那的确是有些学生就马上 拿起来 所以他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写 英文作文 准备他们的一些那个 教作业的材料 他们发现说效果其实是好的 而且呢 如果你下的那个英文是烂的 你得到的结果就是烂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原来英文好 就是用它这个地方 那英文教育看来还是必须要去做的 OK 那第二个是研究 在研究上的话 跟文人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我的确也是在持续来做研究 但是如果要做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就不太能告诉我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 有一个是说教文学老师讲的 他说他也是在做一个创作的时候 教同学做创作的写作 同学如果写得很顺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想法大概已经有人写过 其实写过很多遍 所以那个小说就写得很顺 你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 哇好好看 那只是因为你孤陋寡闻 其实这事情应该很多人写过了 可能总裁系列这边都有看过 OK 所以如果你说 他怎么接得不好的时候 反而是你的一个机会 所以反而是我们就反过来用 我们就来找 他什么地方做不好 什么地方做不好 做不好的话 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机会 我们继续往下做下去 因为他是data driven的 他跑不好的地方 主要是那里面有data 那就是我们这个有机的data generator的机会就在这里 所以像Peter你刚刚讲说 人类就是反过来用 反过来用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工具能够自动去处理吗 我没有看到类似的工具 至少是除了我们公司自己在 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反过来用 所以我们自己写了很多类似的东西在用之余 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在针对各方向来去使用它 我现在看到比较多的工具是那种 比方说awson prompt 告诉你说你怎么样的正面的使用它 加强它的某个功能 然后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那我们则是说 我刻意要它搞得很烂 我想找出那个很烂的东西 那个 prompt怎么下 我反而不是看它生出来的结果 我想看那个 prompt怎么下 哦 那个 prompt像这样才会很烂 这个 prompt应该有一些文章可以研究一下 你一定花很多时间去试对不对 对 我从去年11月30到现在 每天大概会跟CHGP聊 然后两到三个小时 我最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同一个问题问完之后 我会问他真的吗 你确定 然后马上问到后来他会崩溃 大概30到50次之后他就崩溃了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看 我们一起让他崩溃 你对北极兄不是很友善 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 不管你是正面的去抓他 还是你负面的去抓他 都是你去抓他 其实AI或者现在的工具 没有办法帮你自动做这件事情 你得花30个小时去处理他 两三个小时了 两三个小时了 对不起我听错了 两三个小时那也够了 还蛮辛苦的 我自问打一下 因为我刚刚才发现 其实我也确实有在教书 然后有在做产业界的研究 那我教的内容是 Python和C++混在一起写 写程式 然后做一些没有人在乎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去试 我要怎么用AI 因为我还想不到 到底有什么工具 可以帮我把这些东西处理好 实际上我连把Python和C++ 自动连在一起的工具都没找到过 你就直接从Compiler 或者是Code Generation那边去做 处理的好的都非常少 所以我其实都得要自己手动写程式 我要自己手动写Mac File 我的dependency都得从Source Code 直接build起来 我连package manager都没得用 不然系统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很难想象 怎么用现在的这些生成式 或者人工智慧工具去处理这种 这种主题的系统开发 它虽然确实有点冷门 但是它对很多应用来说 是关键的技能 如果不会 就是不会跟数学都差不多 另外一个部分 那就真的是比较偏数学 和物理数值计算的一些 我们产业界里面的应用 这里当然它有研究的成分 不过这里面的技巧 反而跟我怎么产生新知识 关系稍微少一点 而是我怎么隐藏新知识 因为如果我在产业界做事 我们为公司和投资人赚钱 我们想出一些新东西 然后我们就卖掉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不应该告诉你 那但是我也需要告诉 至少我要告诉我的客户 我有一些新东西 它非常好 那我怎么去把一些关键的东西 藏起来 免得我的客户自己拿去做了 或者我的竞争对手拿去做了 我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也不能把它丢到 ChatGPT上面 那很危险 我们不可以嘛 我们事实上 大部分有在做这种 技术开发的单位 它都是会保护这种资讯的 它不能 就如果要用 它也是要有一个on-premise 就是在自己的系统 自己的网络上面 只是不能把资料留到外面去 那何况我想 这个效果其实还不是很好 所以这种分析和操作 很多时候 你想你要考虑到怎么样 送给客户怎么样保护你的制裁权 你要跟法务 你要跟销售 你要跟技术支援 就是现场人员去谈去讨论 那全部都是 几乎都是面对面 或者是concore 来去处理 都是讲话 讨论 听听熊爱之音 其实很复杂 还不是那种能够定义边界 然后交给自动化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是要做实物应用的时候 其实反而我们会很想手动去做 这个很难 所以我觉得 听起来是我们确实有一些 正面反面的工具可以使用 但是当我们 想要真正拿去做很精细的操作 或应用的时候 那我们这颗脑袋还是蛮不错的 我又可以把这个结论导到 我们conference可以越板越大 这实在太棒了 好 那我们有这三个题目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moderating的时候我们准备的 那我想我们也想开放 给现场的参与者 不晓得你对这两位panelist 对我们的主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对他们个人有没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有slider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非常非常适合Peter的问题 就是 我想Peter你除了 那个直接销售之外 其他都可以讲 好吗 Peter 我们有个问题是给Peter说 可以深入说明一下 贵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处理隐私问题的 好可以啊 对不起啊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没有办法给你很深入的讨论 不过你可以参加GAI小剧 那我这边会讲的更详细一点 好那我在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我们扮演了一个VPN的角色 就是你的讯息传给我们的一个机制 我们这个机制扮演VPN的角色 把里面所有的隐私的那些资讯 通通帮你处理掉 出去的东西是干净的 别人不会知道你在干什么 然后呢他回来的东西 又在经过我们帮你代换 然后回来之后你完全感受不到说 中间曾经有经过一个VPN网路照上嘛 对不对 只是对方不会知道 你是从哪里上网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我们专利正在跑 所以细节我们可以留到那个 小剧里面再把一些slide跟大家做分享 关键知识都透过类似虚拟网路 VPN防火墙这类的方法吗 不是其实是语意分析 语意分析 对其实像说你今天叫你们的sales说 你去做一下市场调查 可是不要被对手发现 我们在做市场调查 那你是sales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还是去问市场调查 可是你不会用你们公司的那些词汇 OK 然后又把它转掉 转掉之后呢 你又可以把它确定 从这个客户的手上 可以问到那个是正确的答案 可参考的答案 这我们在做一些那个 问卷设计的时候的一些技巧 其实在这里可以用得上 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字 语意理解 那我们做的是解释 这件事情跟深层是不太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两个角色 有一个人不断不断地讲 有一个人他其实知道答案 这两个东西其实要合在一起之后 才是一个intelligence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focus在 understanding这一块 然后我们利用 占了现在的GAI 已经非常成熟的应用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来去做这个隐私的保护 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机制 可以装在你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送了什么东西出去 是 是 谢谢Peter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讲说 关于刚刚讨论的制裁权 偏向AI所产生的东西 要拿去训练机器的资料 资料的拥有者能够主张 制裁权要求这些模型的产生者付费 是这样的问题吗 那另外提到刚刚之前有个新闻 是说有8000名作家 联储移动性要求微软 脸书和Google 不要在没有付钱的情况下 使用这些作家的作品 来训练AI系统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这种制裁权吗 OK 因为它其实是两个问题 我们先回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今天要训练AI了 我的data的是不是合法授权 拿来训练 其实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来 那基本上呢 现在也有人说 因为它这个 它资料只要 需要跟你买下来 买断 是不是要跟你买下这个 所有权 游泳权 或是使用权 这里有点复杂 但是这是现在的制裁权 可以解决的 因为它就是跟你要合法的 拿了这些资料 拿了这些资料 而且 是不是使用权 或者是说 有重置再造 但AI是不是 我把你丢进去模型训练 是不是一种重置再造 有一点要讨论 它也可以说 我并没有重置再造 我把它丢进模型里面而已 那是不是我买使用权就好 最便宜 因为我没有要重置再造 那AI这个训练到底是一种重置再造 还在争论 第一题就是说 那我的data给你拿去 训练完之后 我可不可以主张说 你现在生成这张图 有万分之一 是我帮到忙 是有我的影子在里面 这个就回到我刚才第一题了 那他们就觉得说 AI不是人 制裁权是人 那如果是你要主张的话 那这个AI是你的代理人 那但是你要这个代理人 要有制裁权 我才可以把它 maybe往上上一层share给你 现在是卡在这一层 这个agent 这个AI到底是不是 目前这里是 还有蛮多争论的 所以以上我就先 快速回答这个问题 Peter有想要回应的问题吗 我的想法比较 可能dark一点 就是好吧 教设今天我是麦克斯福 你要说我用了你的材料 去做训练对不对 我有给你买你的使用权 好你要公布跟我分润 你先证明我有用的东西 来做券理吗 对不对 举证之所在 拜诅之所在 你又没有办法证明 我真的有哪来用 我有买啊 使用权我有买啊 你怎么证明我哪来用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举证这件事情的话 你则这个因果关系就说不通 对你不能说我的模型是因为我有用的做训练 我有买来用 可是我没有拿去用我不知道 所以不管行不行有得吵 很有得吵 差不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们还有下一题 说先前史丹佛做了一个实验 放了很多个人工智慧的NPC在同一个社区 然后观察他们彼此间的反应 那这样会不会让AI产生意识 Peter要不要讲讲看 好 什么是意识啊 这个东西 我们这样讲好了 在座的各位 你们一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 你们心里面一般有个小小的声音 对不对 在告诉你说你在听我讲什么东西 然后一边在批判我 有个小声音 对不对 所以你同时脑子里面就有两个频道在转 我现在马上开第三个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注意到有两个声音 所以你有第三个频道在转 你知道自己在思考 也知道自己不在思考 这件事情是意识 可是对任何电脑系统来说 它不会知道自己在干嘛 它其实是我的CPU是蛮窄的 表示我在努力的思考 不是你在一个坏我前面初步来 我有multi-thread 那也可以那就是多个 初步来 那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可是我们会知道 我会知道等等等等 这样想下去不是办法 OK 我会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东西 我把它Termine的掉 或者是我在这里先停住 我们在想 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我们要说AI产生意识 那么那个意识 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用意识这个Term Define的那个意义 它一定是另外一个东西 可是我没有办法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没有办法去讲说 那个电动车要怎么去算它的燃料税 用它的CC数吗 零 对不对 它的排气数是零 那我们就用零来算吧 不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重新Define一下 那个电动车的燃料税怎么算 你要重新去Define说 燃料税这件事情 它要扩充它的内涵 那我就跟你说它有意识 如果没有做这件扩充的话呢 我就不觉得它产生的东西 叫做意识 所以你的看法是 人工智慧的意识 这个命题本身是还没有定义清楚的 对 韦然怎么讲呢 当然我也蛮赞同 就是Peter刚才说 因为我们对意识的定义 其实还非常模糊 所以它有或没有 我们就当然是很难说了 不过以这个研究来说 过去我看过蛮多类似的研究 就是在演化计算的时候 它有放很多个去做同源演化计算 这个研究在之前就还蛮多 然后也有演化计算上 跑出一些很有趣的program 所以我姑且不论会不会产生意识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是这样子 讲到有趣 有趣的东西跟有利的东西 不一定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从有没有利益 就是对我们的社会好了 或者是在商业 或是工业上面 大家会觉得像这样子的讨论 它是会产生利益的吗 我觉得一定会产生公共利益 因为我也说明说 其实我们对AI现在有一种想象 就是说以前社会只有人 现在其实多了一种新的物种 就是AI 因为过去 有段话是这样 以前AI是在你的生活中 为什么在你的生活中 因为你的手机有AI 但它不会主动跟你互动 它在生活中默默地帮助你 但现在AI在社会中 它会回应你 所以它很像是一种新著名 你知道吗 所以有点不一样 所以AI现在在社会中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这些社会上的事情 我们都必须把AI 纳到这个环节里面去讨论 所以我觉得多有这样的机会来 是相当有意义的 是 是 谢谢 我刚发现我忘了关我的Siri 希望他不要不小心听到一些话 然后平时我大概一个月会收到Siri说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好 希望今天没有发生 我们再有下一个问题是 由Peter 举出中文系的例子 未来可能做到像 Java Zero这样跟自己对谈 自己能产生出 人类从未产生的剧本的可能吗 还是说你觉得 有机体总是有空间去找到 魔性生不出的内容 来 你站哪一边 这个问题真是大灾问 应该选编展 我自己在外门系读的是语言学 所以我虽然读外门系 但是我没有读过莎士比亚 然后我听文学组的说 莎士比亚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把人类能够写的故事 都写完了 然后我听了听之后 我给他一个留言 是说那些莎士比亚没写到 大概都在民事都演完了 因此其实莎士比亚加民事 就已经处理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 还有没有人类 还没有产生出的剧本的可能 人和人之间能产生的关系 就能写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又拼命的 要把AI人格化 然后再来写一个 人跟AI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云端情人什么东西的 那你又把那个 可能有新故事发生的事情 变成老故事了 那我说我就觉得 其实有没有AI这件事情 无无所谓 但是有机体会不会总是有空间 去找到模型生不出的内容 这件事情的话 我对我们是有信心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在演化 我们并没有停下来 OK 我们不是 那个Perfect Clone下去的东西 我们不断不断 每一代每一代都会有新的字迹 和新的组合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有一点点 小小的变化 那这个新内容 也许不是在一代两代之间看到 但是我们未来应该会看到 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这代可能看不到了 我原来有不同的看法吗 我基本上也是觉得 我们应该人还是可以 说不定可以去 把这个边界一直延伸 因为就像我今天跟Peter 也是在讨论一下 原来我们的用语 其实是两三个月 或者甚至快一点 就有些shifting 我们的习惯的用语 因为我发现原来 那这个边际就一直在变 其实新的组合就一直在被产生 以前过去你不会用大神这个词 现在我们可能说不定很常用 所以这个空间这件事情 说明我们也随着演化 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文化上的演化在变化 是 希望我们各位可以活得够久 我们再有下一题 What do you think the impact will happen on the Python ecosystem and developers working hard So must be developers who are working hard OK What are opinions on the generative AI reaching AGI OK What do you think You can respond in Mandarin of course OK OK Basically I don't think generative AI will reach AGI simply generative AI means that it generates things OK But people or human intelligence does not only generate things Sometimes you may meet some your colleague or friends they just talk a lot of gibberish And it's like living generative AI It doesn't know or he or she doesn't know what he or she is talking about But that does not represent that he is the smartest guy OK For example Do you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class of children in your junior high school He always gets the first place First place OK He gets the best best score But he is not or was not He is not He is not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your class So being able to generate a lot of correct content Does not entail it has an AGI And that's my answer OK What do you think Guyran 其实简单我用中文来快速回答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AGI 基本上是general的能力 所以也不是说 它必须还有推纳 推理之类的能力 也不是只有单纯的生成 我们其实更期待是看到一些推理 尤其是推理 归纳的其他方方面的一些过去AI 这个领域研究很多 包括control等等之类的 其实才是general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问我AGI 我觉得就是西部世界里面 那个才是 我觉得是最铁进 我觉得AGI研究的 视觉化的样子 大概快点 是 那我想回应一下 关于对Python ecosystem的impact It's great 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我们会需要更多的programmer 我们会需要更先进的软体系统 语言系统 I think it is a golden age of Python and many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programming tools because you simply need to write more and more programs and actually more chips so that's good 更大排抗 yeah bigger排抗 but that's minor I think it's good it's generally good for us to be able to use software tool to handle more problems which we couldn't handle in the past ok 好 那下一题 我想我们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到了 我们就到40分了 好 我这边这个荧幕上我在 就是这一题我在回答 然后我想开放现场一个问题 ok 有一些互动 那你认为LM或ChairGPG 这样的应用出世是AI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吗 或是要怎么去定义近20年AI的发展里程碑 什么是我们现在的里程碑 如果你问我应用的话 我认为ChairGPG的前后 的确是一个对应用面来说 那个AlphaGo AlphaGo是把AI带到这个 就是平凡人的视野里面 知道有AI这个词 就连我妈回去都问我说 这个AI是AI股票可以买吗 在那个时候 他问我这件事 所以我就知道 ok AI已经到平凡人中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还没在用 但ChairGPG出来之后是 你得用了 因为它就是活在社会里面 从这个词开始 所以我觉得它是应用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你问我 它是不是AI发展的里程碑 我并不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ChairGPG是一个工程的奇迹 它的理论其实早就在2017年 Transformer的架构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新的 比它我觉得优美的演算法 还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是应用的 工程的里程碑 我跟韦然的看法一模一样 我觉得它是 我们分成三种 就是AI的圈圈里面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工程师 第二个是科学家 第三个是信徒 那信徒我们先不讨论它 就工程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所以我才说天天用 用力地用 那就科学来讲的话 我不觉得它告诉我什么新的东西 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 那这样子情况之下的话 我不能相信它 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那科学的目的是要问为什么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是不是AI领域的里程碑 它是AI领域工程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我不觉得它是 科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这20年的发展的话 我会放在 放在Transformer的前汉后 而不会放在Chi-RGB的前汉后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发展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在那之前我们不确定某件事情 在那之后我们确定了某些事情 那之后的下个问题就是 这个确定的事情 我们要花很大的成本下去做 对不对 那大家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下去做 就只差在这里了 所以确实 这一两年确实是一个 很关键的阶段 好 是谢谢 那我想我们开放现场一个问题 作为今天这一段panel的结论 好 那有人要问问题吗 你要去紧的手 让我看到 如果没有我就可以总结一下 如果有你就可以总结一下 有吗 有人希望有一些问题或者是comment 想要说的吗 好 一 二 不久都没了 有吗 好 请说 请起立 可以用吗 好 我要站起来是吗 好 就是目前AI看到很多应用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真的能赚钱的应用 Maybe I'm wrong 这是我的印象 那就请问你们觉得在哪一个领域什么样的应用 它能够就真的能够Be a big business 好 你要投资是吗 我是这么认为啦 就是一个东西它如果是真的有用的话 它最终应该会转换成一种business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表示它也许不是那么的有用 这是我的看法 两位觉得同意吗 或是有一些想法 我相信资本主义 那就算它今天没有用 我们也在找它怎么用 其中我注意到一点很奇怪的事情 我现在其实没有答案 就是有很多的软体公司 跟我讲缺工 找不到适合的人 然后有很多会写软体跟我说 找不到工作 什么事 你们中间少了什么东西吗 那有一些公司它就开始说 我们导入这些LM来帮我们去完成原来不能做的事情 那你自然就要付钱了 付钱给提供LM这些公司 或者是说 你会不会在这些公司跟LM之间去做某一种的价值服务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有一些立即在中间的 但是它会不会要赚到钱的话 那得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摊到了 这个 我摊是摊平的摊 真的有摊平到那个ChairGPTA 或者是LMR背后的运作成本 如果有的话呢 那个利润会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所以现在看到 确定赚钱的 就是卖晶片 其他还没有吗 我还没有看到 可能我孤落寡闻 我一然觉得呢 你有看到除了卖晶片的赚到什么钱吗 因为本部下也有另外一个叫产业署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关心这个数位产业的相关的发展 那老实说也是因为AI这个新的词的出现 有带动很多新的软体公司或是形状产业来进行福祉 那我也只能说 这个 的确是还没有什么很具体 就是说有间公司很快速的成长 然后很符合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赚钱的期待 但是我必须说 因为福祉这些小的这些东西 但是它可能带动了其他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回过来就能说它是整个社会性的一起 maybe不是单点式的 它是整个社会性的 maybe某些的效率或是某些地方有些流动 或是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我们如果把整体的社会一起考虑的话 maybe我们整体社会看起来是有一些利益在 但是我真的也很难在此刻回答你说 哪一间公司赚钱如果我知道我也要 但可惜我不知道 至少说我们是有看到蛮蓬勃的一些机会 一直在跑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可能还看不到 实际上面有什么样的产业 或是特定的公司 除了卖晶片之外 是真正已经从这样子的技术里面赚到钱 但是很有希望 这似乎是我们会同意的事情 这是很有希望的事情 and it is very goo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enerative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ython Python is a great tool and so it is very helpful to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it is great ok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Peter 谢谢维然 来到我们这边 我跟我们做了很多的交谈 不好意思 超时的一些 好 那我们再鼓掌 欢迎 不是欢迎 感谢我们的panelist 好的 我们谢谢三位的panel的讲者 那我们会给各位会众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后就开始进行LikingTalks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